五十歲中年的我們的朋友們 在應該做一次的古籍疏鬆的經測 有效的了解自己的梯質 這個是用古籍疏鬆的經測儀來做 比較精密、比較精確 大家好 我是中華民國古宋醫學會理事長陳隆邦醫師 我們台灣在髖關節骨折率排名第九 可能是因為有一些設備診斷的標準 有病診斷情無病延誤了治療 第二就是民眾對於古松的認知 還是不夠普遍 所以在衛教的推廣還是要增加 第三當然我們在給付這個 古松症的藥物的部分 標準也許可以放寬 促進健康這塊也需要更加強 我們還是建議在五十歲左右做一次自費篩檢 這個是用古籍疏鬆的經測儀來做 比較精密、比較精確 也是WHO推薦的精確診斷工具 目前台灣這幾年已經把這個標準 拉到很一致了 兩個部位以上 還有就是使用國際的參考值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在-2.0到-1.5期間 可能五年就可能到古松了 如果是-2.0到-2.5 在文獻的報告 是差不多一年左右 在沒有藥物或非藥物治療的情況 是會變成古松 我們還是要注意這個區間 提早預防 目前在台灣做到政府給付的部分 只有在三級預防 第三級預防 是所謂有了第一次的骨折 可是沒有進狀 從沒有進狀的骨折 到大波性骨折 特別是脊椎 到髖關節的骨折 這個是嚴重的 也許可能會造成癒合不好 做人力甚至於致命 在古松醫學會 以及全體的古松醫師推動上 希望能夠在骨折之前 只有古松的 就應該可以促進這個骨頭的生長 或者避免如是 有一些藥物可以給付來使用 台灣可能接快 就可以預防 比較致命的髖關節骨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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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骨折輸送的藥物比較有效 是三年後才來評估 三年才能確定 這個實證醫學證實 這個會降低骨折的發生率 大概40% 或者是這個腰椎的壓迫性 沒有進狀的骨折呢 可以降低45%左右 所以因此 藥物治療的重點是 降低骨折的發生 在四成多 前提是要三年的治療才能評估 對於年輕的朋友們 在35歲之前 記得多運動 每天在飲食的部分也要均衡 也要曬曬太陽 35歲就建立好的骨本 50歲中年的我們的朋友們 在應該做一次的骨質疏鬆的經測 有效的了解自己的T值 有骨質疏鬆的病人也不用擔心 要避免這個骨折 那這一塊也是需要更強化的健康出境 已經有骨折卻沒有精壯的病人呢 可能會更積極去尋找藥物的協助 也是由專業醫師來評估 各位朋友 如果想了解更多骨鬆的資訊 歡迎搜尋全台骨鬆良醫 和中華民國骨鬆學會的網站 裡面有更多的資訊